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0月13日 周日凌晨,欧国杯外围赛继续进行 其中C组意大利与马尔他将在前者逐场展开较量 意大利今届欧国杯表现出色 除了小组投名三师军团之外 组中还没有对手能从意大利身上取走胜利 更何况金仗对手马尔他堪称宋芬童子 实力不俗的意大利示意有望在天胜计 意大利过去五次面对马尔他取得全胜 其中两队最近一次交手时 意大利上半场便攻入两球 并且全场下来一球未失 球队即使身处异地 攻防两端依然碾压对手 而他们今届欧国杯外围赛整体表现同样不俗 虽然球队首战一比二西败老对手英格兰 但此后意大利取得二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或许是换帅的缘故 球队九月被北马其顿破和下的观众一身冷汗 好在他们接下来主场面对乌克兰取得胜利 国米中场戴维迪法迪斯功不可没 在打赢一场硬仗之后 相信球队现在已经度过换帅阵痛期 意大利在欧洲始终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 再加上他们是上届欧国杯冠军 面对实力远不如自己的马尔他 意大利金扑迎面值得称先 另一边乡 上文提到马尔他堪称宋芬童子 皆因他们本届欧国杯外围赛至今五战全败 球员已经完全丧失斗志 不仅如此 马尔他今届首战面对北马其顿攻入一球之后 球队过去四场欧国杯外围赛均颗粒无收 进攻端皮软无力 再加上马尔他历史从未冲出过欧国杯外围赛 在这项赛事中他们的戏份并不多 相较于欧洲赛场的长胜将军意大利 马尔他无论从经验上还是成就上 都远不如足球大国意大利 实力雷弱的他们此番无力洗颓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